《魔界戰技》是由第一集開始,我就一直很想入坑的作品 一來是SRPG,二來人切就很吸引,可愛與性感並重 試隔18年,我終於可以一場《魔界戰技》了 而我猜不到《魔界戰技6》居然是傳統遊戲中的異類 而直到我寫完這份稿的時候,我的PS5依然是用32倍速自動周回 《魔界戰技》系列是戰棋SRPG,玩法基本上就像機戰、火紋一樣 大家要育成角色,去到戰鬥時,角色就會成為玩家粒棋去戰鬥 《魔界戰技》系列向來就是以搞笑的故事,有深度育成系統,還有誇張的數值見稱 在過往的作品中,角色的level到9999 來到正傳的第六部作品,他們宣傳時的桌頭就在於 角色的level可以去到999999 於是我就開始了《魔界戰技6》的評測 在遊戲的序章中,敵人雖然都是999 但玩家的角色更強,level是問好問好問好 血量去到3億,一出手就是過千萬傷害秒天秒地,數字認真誇張 即使罪章結束之後,由零開始,主角的初始能力都是以萬位來計算 一Lay的主角打幾場就已經100Lay的了,明顯數據膨脹很快 再過幾關,敵人開始不成威脅,甚至大部分時間都會直接不自動戰鬥 只是間中有些關,你要用手動去處理一些機關,又或者有時你要用投擇能力才能過關 然後第一個晚上,我睡覺之前設定了自動周回,也就是自動狂擦同一關 睡醒之後,我的角色已經去到2000多了 然後我就一路自動戰鬥,展覽敵人,直到爆機為止 這些就是頭50個小時的遊戲體驗 這50個小時裏面,有三分之二的時間都是自動周回 有三分之一的時間是自動戰鬥 就是只有少得可憐的時間,進行育成和手動戰鬥 感覺就好像遊戲主機在享受遊戲 玩家就在做遊戲主機的太監,守候在他旁邊 等他打完一關,我們還要幫他換關 在這個過程裏面,我的腦海裏面不停浮現三個英文字母 H-Y-Y-Y 在頭50個小時的Gameplay裡面,一定根本無法 Business 剩下冷 stat的時間都要自動打怪,這些更會把手動足 其實遊戲的平成部分很深奧,有22個職業的轉職系統 可以自由組合的固有技能和招式 每一件道具裏面都會有道具城 進入道具城強化裝備打造神裝 還有將角色level還原到level 1 但是強化角色基礎能力 越戰越強的超轉生系統 然而在頭50個小時裏面 這些系統都比不上你睡覺時 或自動周圍拆叻這麼有效率 沒錯,頭50個小時你除了無聊按超轉生 基本上是侮辱誠可言 被玩家自動周圍拆叻 亦都令玩家再不需要任何的戰略求佬 只要靠level就可以自動剪押 唯一令我感到因為的地方是 故事的確比較灰鞋搞笑 有很多不同的電影動漫感 有些角色的招式亦都很有親切感 爆機之前的魔界戰記錄的遊戲性 是無限地接近零 不過遊戲爆機之後 其實有更多的挑戰關卡 和有更高的遊戲難度 於是我就開始在研究 到底我怎樣才能砌低那些 五百萬叻的粉搶呢 當然我利用了上面提及的很多肉成玩法 但結果最後的解決方案 依然都是自動周圍拆叻 為了最大發周圍的效果 我盡可能把角色的能力全部都換成有經驗值加成能力 搞了整天其實只要為了拆叻有效率 我還要守著他在機面前 幫他間中換一下關 然後想想 等一等一等 為何我又再做太監 最後我設定好所有東西 然後又去睡覺 睡醒之後 角色的級別已經去到九百九十九萬 於是我就很愉快地用自動打贏了那幾關 只要角色能力夠高 解決的關都是時間問題 但我爽了不夠十分鐘 又有更強的敵人出現在我面前 於是我又要把上面我做過的東西重新做一次 為何我們還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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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我們應該醒醒一下 魔界戰記錄的確可以當SRPG去玩 它亦都有一套SRPG的系統在這裡 但實際的遊玩體驗就是一款放置型遊戲 玩家其實只要設定好隊伍 配好技配好裝 跟著下去就是簡關、掛機 掛到爆了再超轉身 再由一了重新掛到九千九百九十九萬了 直到角色成為最強的存在位置 在這個過程當中並不是完全沒有樂趣 但真的不是很方便 我買一隻遊戲回來是用來享受欣賞 而不是用來看它自動周回 現在這遊戲就沒我的份玩了 還霸了我的機器 但這部自動周回又如何去擦關擦 一萬次去打人的爆機之後的挑戰呢 所以在數據這麼大的情況下 玩家根本沒辦法用手動玩這遊戲 而現實就是很多人其實是很不方便 把自己的主機開通宵掛機的 因為有可能會吵到自己和家人睡覺 的確對於已經出來社會工作的大家 或者真的沒有時間去狂擦一隻機 自動周回某層面上是一種救贖 但當玩家有空下手玩的時候 可以參與到的部分都是比較少的 每次都要周回幾十個小時狂打破壞神 然後用一個小時調整策略和配置 然後就不關你事了 繼續守在機旁邊 幫他每20分鐘換成下一張破壞神 拆到爆裏又用超轉生 然後從頭開始 那還算是遊戲 而當玩家玩到角色level到過千萬的時候 其實你不用幫他換關 他自己瘋狂拆同一關 拆到9999萬就可以了 這些遊戲體驗 我真的得嘆笑 所以破壞神周回以五星為罪服 個人會給四星 不讓五星是因為他的故事沒有意義 但勝在搞笑 而且遊戲本身的確繼承了系列優秀玩法 和育成系統 只不過數字過份膨脹 令玩家根本不依賴周回 就沒辦法將角色的實力練出來 而且level cap提供到9999萬 亦都令玩家在打過千萬的敵人那時候 只可以靠自動周回 和再再再超轉生幾次去克服 配置策略等等的要素 亦都只能在level差距不大時才能發揮作用 試問大家 會想在同樣的level 只是研究半個小時如何過關 還是自動周回多10分鐘 再用level壓呢 研究一個高經驗加成周回才是最實際的 反正那些配置策略是9999萬之後才開始有意義 作為戰略遊戲根本本沒倒置 過往集數大家打出過億傷害會很有成就感 是因為那些過億傷害是玩家努力研究這遊戲達成的 然而今集就算打出幾驚傷害都好 玩家都不會有感覺 因為那些全部都是掛機掛出來的 官方就或者真的是觸錯用神 忘記了那些誇張的數字只不過是桌頭 真正的意義是數字背後的努力 我個人會希望下一集 官方會調整它自動周回的功能 又或者將level cap回復到上限是9999 並且在關卡設計和職業方面做更多的發展 如果不是玩家要用太多時間去追數據 但是就得不到實際的快樂 其實古有放置是鷹 金有放置是雪雪 即使你們認識了螢幕 雪雪依然在你們看不到的地方努力乾遊戲剪片 為了讓大家少買些伏遊戲而努力 大家是訂閱、like、甚至share都對我很重要 而想更直接支援我的朋友 更加可以訂閱Patreon 怎麼都抵過每個月買一隻伏遊戲回來 是吧? 最後感謝15位Patreons 以及112位Youtube會員 那我們就在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Öf... 去籃425位Patreon 去籃425位Patreon 去籃5位Patreon 去籃5環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